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震惊了一众吃瓜群众 都知道娱乐圈乱 可是没想到娱乐圈这么乱 一众朋友就此化身福尔摩斯 从网络中寻找线索抽丝剥茧 为了开派对 罗志祥和好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Party Boy的团体 在周阳青爆料后 这个名为Party Boy的团体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有知情人曝光了派对的另一面 称这就像是选妃大会 罗志祥作为帮主先挑选自己喜欢的 剩下的便由他们分 而早前罗志祥上综艺的一幕视频 也在网络上疯传 这其中他提到了参加派对的经历 罗志祥还提到了在派对上的疯狂行为 玩游戏输了之后要拴狗链学狗叫 这还不是最疯狂的 在之前罗志祥还参加过一次HIPHOP的派对 他和一名理性少女护田让其疯狂程度让人折舍 而其疯狂程度让人折舍 而当时蔡康永和小S也在场 小S说记不得了 但好像黑人邀请他去的 其中透露的信息也让人喜思极恐 也就是说很多艺人都会参加这样疯狂的派对 不得不说台湾人在开放程度上 属实是走在了起跑线 台湾鼎鼎有名的副少李宗睿也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他父亲便是元大证券董事长李月苍 母亲是杨小丽 杨小丽是一名 她的本名叫做石锦秀 在风月场所混迹几十年 是有名的交际花 也因此得了一个九国名花的称号 而李宗睿的结合完全是意外 父母在一次亲密结合之后生下了她 但是母亲杨小丽并没有就此踏入豪门 风流的李月苍和娱乐圈不少女性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比如邱淑仪 应小薇 罗佩颖等人 更是先后与四个女人生下了五个孩子 李宗睿便是其中一个孩子 有着这样的一对父亲和母亲 可想而知她的儿子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再加上母亲的放纵宠溺 李宗睿很难不学坏 刚出生不久她便被母亲带在身边 但杨小丽因为毛雨留恋各大交际场所 无暇顾及管教李宗睿 能给她的只有源源不断的金钱 为她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 对她是听之认之 父爱母爱的缺失再加上缺乏管教 而如木染的李宗睿也学会风流那一套 因为是男孩的原因 李宗睿还在之后认祖归宗得到父亲认可 而这滔天的富贵也成为了她女人如衣服的资本 自此李宗睿开启了自己的风流之路 半年换一个女朋友 无论是模特艺人 八台女艺或是夜场的人 只要她喜欢就一定要追到手 李宗睿的风流史传开后 她也慢慢的在娱乐圈中拥有了自己的姓名 要是只有这些就算个风流史 毕竟你情我愿的 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可在2011年 李宗睿却被一对姐妹花控诉 下药迷奸 并且还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 最后制成了光碟 事后李宗睿第一时间否认 声称这两人是自愿跟她发生关系 随后警方便彻查了这件事 可没想到的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在李宗睿的这些亲密视频中 居然有将近60名艺人深受其害 当警方想要再进行详细的调查时 李宗睿却早已逃之夭夭 这件事在曝光之后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是跑得了和让跑不了妙 也许是良心发现 不久后李宗睿回到了台湾自首 他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早在2009年 他便开始陆续拍摄了这些 利用自己的夜店人脉 金钱吸引 让周遭的女孩子统统吸引过来 在社局进行一系列不可描述的行为 并暗自拍下了这些过程 灌酒下药都是李宗睿惯常用的手法 更惊世害俗的是 这些对象中居然还有李宗睿的继母 梁天亭 有过这么一次交集后 梁天亭后面还因此怀孕了 荒唐的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他自首的前一天 李宗睿这段视频也跟着流传开来 一共93段视频176张裸照 27.5G的资源 可谓是信息量巨大 比陈冠希还疯狂 在流传之网络后 也迅速的传播扩散开来 甚至有一些商贩拿着这些视频去赚钱 可事后李宗睿可谓是在全台湾都出了名 曾经和李宗睿有过联系 或是传过绯闻的明星艺人 无论是男女皆已不认识不熟 没联络来回应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这也让台湾作家朱学恒不禁发出了感叹 全台湾所有的人都认识李宗睿 只有跟他拍过照的人不认识他 事件的最后 李宗睿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2013年 他被返院宣判获刑18年6个月 不过李宗睿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觉得太久了 在律师的变速下 李宗睿获判22年4个月 并赔偿其中两名女子 共430万元的金额 因为受害人太多了 这起案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核查 好在最后李宗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在之后大家却发现 人家日子过得一样的滋润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李宗睿入狱后 他母亲杨小丽便时常去探望 又是送吃的又是送喝的 要不就是给钱让他在狱中 和那些狱友打点关系 也是因为这般 李宗睿在狱中不仅没有受到欺负 还被很多狱友巴结着 过得还像从前那般 前呼后拥的少爷生活 有媒体更是调侃杨小丽 把监狱服刑变成了度假 可笑而知 李宗睿也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据台媒爆料 李宗睿在这段视频曝光后便拒绝不安 还向监狱的朋友诉苦 这些视频流传出去 我还能娶到老婆吗 并自嘲道 看来只能去欧美娶妻了 李宗睿之所以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全都离不开她的母亲杨小丽 正是杨小丽的无限溺爱一手造就了现在的局面 罗志祥极限运动名单被爆 女网红人数不亚于12人 娱乐圈大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不少的网友们在吃瓜的时候都不由地感叹一句 真是会三观 稍微了解一点娱乐圈的观众们就知道 内鱼一般都是暗潮有动 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牵扯 所以一般大瓜都不会浮到水面 而港台的娱乐圈则全部都是些皮肉焦狱 往往这些料一出来 吃瓜网友们纤细的神经都要冻上三栋 而此次涉及中国台湾艺人罗志祥的大瓜 简直就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周扬青和罗志祥本来是爱情长保九年的一堆恋人 本来都已经在谈婚论嫁了 谁知道居然会被一则明晃晃的分手声明给打破告吹 周扬青作为早期和罗志祥在一起 被一直唱衰的女方 这次也是直接了当地甩出了自己手上的证据 表示对罗志祥的不满 分手声明中不乏有对罗志祥在恋爱期间出轨的控告 更是直指罗志祥私生活混乱和自己的兄弟们展开多人运动 并且还给女性起侮辱性的外号 这么一出整个娱乐圈可谓是风声鹤唳 毕竟罗志祥在娱乐圈中可谓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会玩爱玩且好玩的小猪罗志祥一直都是圈子中备受追捧的玩咖 虽然说在娱乐圈的影响力有限 但是台湾娱乐圈中的号召力还是很大的 不少网友也罢出 估计周扬青所说的兄弟很有可能是罗志祥成立的兄弟帮 Party Boy中的成员们 随后网友们更是从今年4月这个兄弟帮在渝兰举行的一场派对 受邀的网红们发出的视频中 将多人运动中的参与者几乎悉数扒了个干净 这些网红们哥哥也是被网友们点名出来看好戏 不想他们不但勾然挑衅周扬青还为自己喊冤 说是所谓轻者自轻 行吧 反正事情已经不亚于是爆炸性的热度了 也不差几位小姐们出门蹭一蹭 不如说这些网红们就是要在这些时候把自己的身价以及地位抬高起来 不然的话永远都是在外围圈子中积极无名的小角色 也是佩服他们的事业脾心 真的很敢拼啊 如今罗志祥和简凯乐已经出面道歉 而网友们的舆论热度也稍微降低了些 但是你说这件事会成为过去吗 思以为应该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